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 Hyundai Malaysia 就推荐了在我眼前的这一个小钢炮 也就是 i30N 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N 代表什么吧 N 其实就是 Hyundai 新成立的性能部门 由 BMW 的前工程师所带领的性能部门 这个 i30N 是他们其中最新的产品 这个 i30N 瞄准的是一种欧系小钢炮 然后也包括了 Honda 的 Civic Type R 那我国的 i30N 是比较高阶的 N Performance 版本 它的最大马力高达了 275 PS 风支扭力 353 Nm 搭配的是一个热血的六速手排 那现在很多人在拍摄 所以我待会儿才进去给大家看 那我就先说一说外观 外观的部分好了 在外形上呢 这个 i30N 它是有导入了许多钢炮的元素 像是这个前脸的部分呢 就可以看到有这个带有红色线条的这个前身设计 然后它的这个水箱护罩也是采用了一个蜂巢式的设计 所以旁边还可以看到这个 N Badge 表示它是一个性能车型 那其实这前脸造型看起来是相当帅的啦 有一点像它的那个对手 也就是 Golf GTI 的感觉 就是那种比较低调 比较斯文的一个设计 多少钱啊 这一台韩系小钢炮在我国的售价是298888令吉 这个价格其实你买到的除了是它的性能以外 它在配备方面是相当的丰富 这个待会儿我会为大家解说一下 那我现在先带大家走一个圈看一下 我国的这个 i30N 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19寸的轮圈 它的轮胎是 P-Rally P-ZERO 那这个 N 因为它是比较高阶的 这个 N Performance 版本 所以它采用的是一个19寸轮圈 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 刹车也是比较高阶的一个配置 包括这个红色的鲍鱼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 2 Port 2 Port 的 N Brake 那这个刹车也是看起来相当的大 价格不低调 价格不低调 其实性能 性能钢炮的价格通常都 在我国都价格都不算低调 坦白讲我这样子看旁边 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 Myvi 怎么办 OK 我尽量给大家看一下车尾的部分 因为现场的这个空间有点狭窄 OK 现场这个实车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这个天窗的 而且是大面积的天窗 然后车尾部分呢 有这个相当运动化的一个尾翼设计 我蛮喜欢它的这个刹车灯的设计 看起来很有战斗格的感觉 然后尾灯呢 也是产用一个看起来质感不错的 这个 LED 灯条设计 其实它的刹车 我在现场看是蛮大个的 然后和 Golf GDI 有 Golf 我觉得甚至能够和 Golf R 相比了 因为 Golf R 其实也是采用了一个 那一个什么 Golf R 的活塞也是两个而已 它并不是什么大四活塞或大六活塞 所以我相信在这方面呢 这个 i30N 是参考了这些欧戏对手的配置 然后下方还有这个双边单处的这个拍器尾广设计 其实这个车尾拍不到我拍不到整个 这个车尾也是让我看起来有点 MIV 的感觉 但是其实 整体看我们我在现场看实车 那个设计是相当不错的 那现在很多人还在拍摄当中 所以有 OK 大家有人打开了引擎盖 我就给大家看这个引擎好了 这一具就是传说中的 2.0L Keta 涡轮这辆引擎 这具引擎它的最大马力为275 PS 峰值扭力是353 Nm 而这一个小钢炮呢 它有一个被称为 Overboost 的功能 在这一个功能之下 它的那个扭力可以进一步提升到378 Nm 相当厉害 然后这一个这个i30 Nm呢 它是前驱的设置 所以它的对手呢 其实同一个等级的对手 有Golf GTI 还有Honda Civic Type R 但是在价位上呢 它就有点接近了Golf R 当然那个Honda Civic Type R 的价格还要比它稍微高 不知道你们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值得 我现在尽量尝试进去那一桩部分 其实这一台i30 Nm 在我国的配置是相当的高的 它除了 除了是升级成N Performance 版本以外 它在安全配备上也是相当的丰富 像是导入了一些部分的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这一方面呢 在同级它算是比较好的那一位了 我终于可以进去了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内装 它内装质感看起来不错 还有重点就是这个 手牌 六速的这个手牌 它的那个换挡的感觉还蛮不错 那个回馈做到挺好的 然后 现场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主机 它是支援 Apple CarPlay 还有Android Auto 的这个悬浦式主机 也是一个Full Spec 的配置 然后很温空调系统 这些全部都是标准配备 包括时下必备的这些USB插槽也是都有 所以日常驾驶的话它其实是相当的实际的 至于这个仪表盘设计呢 它不是Digital 的配置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N的这个厂徽 8000 最高转速是8000 转 哇 OK 那这个方向盘 哎呀 它不是平底的设计 但是我感觉还是不错 然后这边可以选择这个Drive Mode 它有不同的Drive Mode 可以选择 而这个呢 应该就是赛道模式了 而这一个 我国的这个N Performance版本呢 它的那个排气管也是 可调式的一个电子排气系统 所以你可以选择 比较斯文的这个排气声浪 又或者是比较热血的 刚才我们在现场是有 Hinday 的这个高层 是有现场示范的这个 Performance版本的这个排气声浪 还还算不错啦 那个声浪还蛮热血 就是有那种啪啪啪啪啪这样的声音 这一个座椅呢 也是一个 看起来 颜值还不错的一个电动 电动座椅 而且是十项调整 十项调整 十项电动调整的这个座椅 所以在配置方面我觉得我大概说一下 因为这一个性能小高方 它虽然它的重点是在Performance 但是它配备方面还是相当的丰富的 像是安全配备呢 它就有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警示 还有车道维持辅助 车道便宜警示 虽然不是完整的一个主动擅拳系统 但相比其他的同级对手呢 已经是比较优秀的那一位了 是有一个名牌啦 不过是N 其实这样的一个配置啊 我觉得和Golf 是差不多的 就和Golf GTI 和Golf R 它在配置方面是差不多的 可能和Civic Type R比的话 它就比较逊色一点 但是在配备方面呢 它其实是丰富了不少 包括还有这个天窗 然后车钉也是采用全黑的一个设计 我现在坐坐看这个座椅 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Gimbal有一点问题 所以它一直在自己转 嗯 这椅子的包覆性还算是不错 虽然它不是什么Recaro 还是什么名牌的这个 名厂的这个运动座椅 但是这包覆性 我个人是觉得OK啦 然后这个驾驶座姿 诶 我走进来一下 这个驾驶座姿其实 对我而言 是蛮有这个小钢炮的这个position 哎呀 我的Gimbal 一直在转 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驾驶座姿我是觉得是OK的 以一辆小钢炮来说 然后空间感 其实如果论实际性啦 空间感也是OK 因为它毕竟还是以一个普通的hatch 开发而成的一个性能小钢炮 整体的实用性还是有的 先看一下它的后座空间 后座空间整个感觉也是还OK 空间感也是有 然后腿部空间也是 都有在兼顾到啊 但是它没有后座空调出风空 OK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仪表板设计 嗯 在质感方面它可能就稍微逊色了一点 尝试摸摸看 这个是Hard Plastic 这个是Soft Touch Plastic 然后这个是Hard Plastic 质感方面坦白说我现场看的话 我是觉得稍微比较逊色了一些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 为什么它不给这个平底式的方向盘 虽然说这个方向盘的握感也是不错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按键 哦 它有那个座椅加热的这个功能 然后有Parkinson 我就连方向盘也有加热的功能 虽然在我国 我是觉得我们是不会用到这些配置了 对 OK 那我现在就走出去 给大家看一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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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的Overboost 是它在踩油的时候 我觉得是要开的 要打开的 对啊 这个是它 那个Ref Matching 对啊 没有那边都没有 没有 这个是Ref Matching 这个是Overboost 哦 这个应该是Ref Matching 哦 所以它这边是有这个Ref 的这个Button 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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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AutoBust的大神 教导了我 原来Ref Matching的Button 在这边 所以你按这个的话 它就会有那个特别的那个Precision 然后这一个是Overboost function 可以了啦 是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小钢炮 就是都有这些电子配置 只可惜现在我们不能Ref给大家听 我比较好奇 这一个 刹车盘 因为外国的N Performance版本呢 它是用采用一个18寸的刹车盘 但是我现场这样看起来 我不觉得这个有18寸 可能它的这个刹车盘还是普通版本的这个配置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引擎部分 那这一辆车 其实它在推出之前 已经是在纽柏林赛道 这个Nürburgring 著名的绿色地域 进行了高达18万公里的这个实测 为了就是要将它的操控 还有它的性能 调校到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而根据外国的这个 呃 外国媒体 在进行实际的这个试驾了以后 都对这一台韩系的小钢炮的表现占不绝口 甚至有人进行了实际那个0到100的加速以后 还有直线加速以后 发现到它的这个表现 竟然是比小钢炮的经典代表 也就是WGTi还要更加的好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台i30N如何呢 有没有吸引到你 而298888令吉的这个价格 大家又觉得如何 买到这一台高阶的韩系性能小钢炮 高阶的这个韩系前驱小钢炮 然后配置方面是比其他同机对手还要稍微丰富的一个配置 大家觉得这个价钱买这一台车如何 欢迎大家留言 主播是笨择人吗 我算是笨择人 我是北干那那人 为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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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度看起来蛮不错的 对 可以 因为现在大家 因为现在有摄影师在进行拍摄 所以我其实刚才本来是要进去内装里面 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配备 可是他们现在在进行拍摄工作 稍等一下 因为我现在在看着这个本地版i30N的这个规格表 我可以看到他们有这个无线充电插座 然后还有这个定速巡航 还有TPMS 胎压侦测 配备蛮丰富的啦 不过如果你问我坦白说 我宁愿Hunday Malaysia不要导入这些 这些配置 然后将它的价格压低 因为毕竟298,888令吉呢 已经可以买到接近Golf R了吧 Golf GTI比它还要便宜 然后这个i30N它只是一个前驱的小钢 前驱 front wheel的这个小钢炮 所以这样的价格呢 如果你再加多一点就可以买到 然后我号称之前啦 Nurberring最速的这个前驱代表 也就是Honda Civic Type R FK8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位 似乎有一点点尴尬 而且Hunday在这方面 在这个钢炮界呢也是一个 New Player啦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价位 你可能要需要 要找到买家的话 可能会有比较有点困难 我宁愿它降低这个配置 然后把那个价格压低 OK,so我现在找看一下 哦,这个就是那个无线的 充电,手机充电插座的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有这个USB插槽 只有一个 在配置方面它真的是做到相当的好啦 可能Hunday Malaysia它的用意是要 以配备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然后这边是有这个Sensor 这个大天窗看起来是 还是蛮fancy的 但是嗯 我也是觉得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配备 我估计这一个i30N 我国的这个i30N 应该是比照EUROSPEC 也就是欧规的这个配置 所以才会有这些配备 挺特别的啦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两个按键 然后还有这个 REF的这个按键 这些呢 有一些同级对手是没有的 有一些啦 同级对手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希望Hunday Malaysia 可以尽快提供一辆 Test Drive的这个 试驾车给我们去试驾 因为毕竟我蛮想知道 这一辆 号称 足以威胁 GOLF GTI 的这个小钢炮 它的表现究竟是如何 哎呀 我的GIMBO又开始自转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Facebook Live 到这里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吗 我估计最值得问的问题应该就是298888令吉 你会买这一辆来自韩国的性能小钢炮吗 前驱小钢炮哦 但是表现方面 根据一些外国媒体来说 是比 足以威胁到 小钢炮始祖 也就是Volkswagen Golf GTI 好了今天的这个Facebook Live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回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